黑鲁鱼的季节开始了 县内由一家连锁超市举办了黑鲁鱼粉茄秀 现场肢解了一围380公斤的黑鲁鱼饭售 还提供了试吃 一早就挤满了排队的民众 等着把最新鲜的黑鲁鱼买回家 师傅手持利刀 用三种不同的刀子 肢解这围380公斤重的黑鲁鱼 先去尾去头去胸背鳍切成生鱼片 价格高昂的黑鲁鱼可不容慢慢切 就怕影响了鱼肉的鲜美鱼品质 黑鲁鱼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被分切下来 在旁等待的民众口袋早准备的现金要来抢购 我要四斤 这个是480的 来一样快 什么叫这个部位啊 这个叫便宜啊 这个来用煎的很好吃啊 一样快 这好吃还有新鲜的便宜啊 大家亲近记一下 连锁超市举办的黑鲁鱼分切秀 让民众大开眼界 店家也大方的提供黑鲁鱼生鱼片 现场试吃 推广深海美味 不ions一定要很好吃 但是有一点但口感比较好 对对对对 可不容易吃 不是只有三个 所以我仍然有name 嘿嘿嘿嘿 varieties 这是这么多吃 recepung ? 很好很好很棒 很鮮很甜 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办鲁鱼记 我们为了要回馈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通常用比较好的鱼肉 来用评价来卖给我们的消费者 回馈我们的消费者 那我们每年都会办这样的活动 那是办这样的活动有赚钱吗 没有我们都是没有赚钱 我们只是为了回馈我们的消费者 对对对 第二大尾对对对 380公斤 多少钱买鞋 30几万 在与港才能看得到的黑尾鱼风气秀 今天则是搬到了超市里 拼出人气和买气 一旦消费者下台的